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神 今天是2020年10月17号 我突然想到一个逆势思考的一个课题 就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台湾的媒体 有一些退休的将领 他们都是所谓立法委员 那种属于不分区的 也就是党团派出来 简单党那个党就是国民党 民进党没有什么将领 可能也有吧 反正就是要有人支持 那我就在想 以我来讲我是当兵的 所有士兵 那我会想说 我不会选这种将领 因为那个将领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他也不见得说智慧比我高超 他能力经验会比我高超 我干嘛选他呢 我另外一个逆势思考的角度 都是讲说难道那些当初当兵的人就没有人出来吗 当然你看那些不是用挂将领 退休将领的人 很多那些立法委员都是当兵的 义务役嘛 少数人可能是预官吧 预备军官吧 但是anyway 那些企业有成的人很多都是以前都是士兵啊 都是当兵出生的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 还有一个最有意思就是 所以我讲过 那个苏联以前叫苏维尔嘛 苏维尔俄语的意思就是最多数的意思 最多数党 最大党的意思嘛 最多数的人就是工工人农民嘛 然后一个工农工工人农民的子弟才能当兵 所以叫工农子弟兵嘛 那他要对付的是什么 是阶级斗争 就是要对付那些地主啊 这些东西嘛 OK我们现在再再话题再扯过来 我们想一下哈 二次大战的那个德国的那个 那个纳粹的那个头目叫做希特勒 希特勒在一次大战的时候他是一个士兵 后来他是士官退役的 一次大战结束之后他失业了 失业之后他转到党团活动 可是他后来领导德国 他没有穿的将军的制服啊 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哈 他虽然是他他上面没有挂什么徽章 因为他没有没有勋章 他没什么勋奖章 他只有一个黑十字 黑黑十字一个奖章吧 还是勋章吧 就是表示他打过仗 枪林大雨过 所以他的将领基本上都没有挂的那个 像叮叮叮叮叮的一堆东西哈 但是希特勒他入 他他并不是军官啊 他二十大 他在那个一次大战结束之后 他还是一个士官 可是他领导了德国二十大战 领导了这么火红 那他从来没有讲 我是退休将领 从来没有 其实以那个 以战争经验来讲 他虽然穿的军服啊 实际上他没有资格 军中的履历哈 他没有资格领导那些元帅将领什么的 虽然他是最高统帅 出去阅兵啊干什么的时候 都好像善有戒事 实际上他是一个士官 如果我们讲难听一点 他跟以前那个乌干达的那个总统 阿敏是同样阶级的 阿敏在统治乌干达之前 他就是一个士官 是属于英国人的那个佣兵的士官 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level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呼风唤雨 是因为他能够在基层的地方 可以号召那些 我们常常看到哈 每次被那媒体上都披露说 这些这些退休将领哈 都拿了一年就拿了上千万的那个退休 拿的越老 活的越久 拿的越多嘛 活到90岁100岁的话 那就拿的更多了嘛 因为他们有的是一级上将 有的二级上将 三级上将什么一大堆的哈 然后他还有什么中将 少将比较少了 反正anyway 反正他们是将军嘛 将军退休的 他们已经拿了很高的那个退休金 那他们还要再能够出来领导什么 大家 我是觉得 我每次看到很多将领 我说句实在话 我都很烦 很厌烦 为什么 都没打过仗 有哪一个人是真正枪林弹雨出来的 没有 没有 没有的话 他们已经坐领甘心了 难道他们真的智慧 比我们一般老百姓要高超吗 比一般当兵的人要高超吗 他们的口条 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逻辑 他会比一般老百姓 一般当兵的人会高超吗 我深表怀疑啊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所谓的那个最大党 舒威尔的意思 非常之有趣 大家不妨玩味一下 常常他们在争 有的人说 这个人是怎么样 要亲共 要把他拉下来 要换另外一个人上去 其实我不管你换谁 甲乙丙丁 在我眼里面 通通都是豆瓣酱 没什么 没什么值得让我们特别尊敬 或怎么样 你没有所有的 这个时代需要的是 经营的人才 或者是科技的人才 所谓技术官僚 都不是嘛 军人都不是嘛 他既没有经营的 经营管理的经验跟能力 也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技术的能力 他能够怎么样 能够为民喉舌吗 能够帮我们争取什么福利吗 我们我们鄙视政客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鄙视将领 这是我我觉得说 我突然想到的一点 记住 希特勒以前一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他是个士官 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虽然领导全德国 又阅兵又干嘛的 壮胜威严 实际上他的底子 还是一个士官 可是他领导了那么多将领 这些是值得大家发人深省的 因为什么 他的我的奋斗 他在监狱里面写的我的奋斗 据说是仅次 在欧洲仅次于圣经的发行量 你就知道 这个人如何呼风唤语了 以他的学识能力各方面 恐怕 都要打问号 可是那个时代 他凭什么 这个凭什么 这个后面还有一大块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 好好看看他的那些 那些事迹 跟他的那些故事 你就会大概会知道 十四造英雄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当然了 英雄也造十四 实际上 一支大战之后 民生凋敝 美国也陷入这个经济大恐慌 那欧洲那个地方也是一蹶不振 那他如何在这样子 这个废墟当中 把德国建立成那个样子 一个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光明的一个社会 这些东西都是 虽然他最后 最后自己自杀死掉了 实有余辜 因为他让这个民生涂炭 但是他这个过程 是最接近的历史 值得一探讨 所以在今天就讲说 我这逆向思考 每次都是讲说 他们退休降临什么 他们已经拿了很高的高官后路了 那他们到底有多少能力 可以代表什么什么东西 代表所谓的那些 大家来发言什么东西 我都是深深表示怀疑 还有就是很多退休降临 有所谓仇佣 可以让他到民间的什么单位 以前是党营的企业里面 当什么总经理 甚至于董事长之类的 我是深表怀疑的 因为军工教都是只有消耗 没有经营能力 因为经营就是要什么 要赚钱 经营一个国家 一个总统 就是一个专业经理人 一个市长 乃至一个里长 都是一个专业经理人 他就要用现有的资源 人力 物力 财力 还有土地等等 他要发挥到最高的效用 最高的生产力 这就是专业经理人干的事情 军工教都不是 那因此我这个是我个人的突发奇想 逆向思考 常常有这些将领 现在又想要 这个要想把那个抵掉 那个想要怎么样 那个又捐练位置什么 还有比大小 以前的这个人是少将 然后现在有的中将要出来 甚至于上将也要出来 如果是用投票选他的话 我一个都不选 因为我对我对什么将领 我通通不信 以上 那吴东森跟各位分享一个逆向思考 谢谢